这应该是明谋新赛季以来遇到过最诡异的事 原本已经无缘定榜国服关羽的明谋 没想到在赢下最后一把比赛后意外登上了国一 戏剧性的荧幕让百万观众直呼电视剧都不敢这样演 就连明谋都对此觉得不可思议 难道如今的王者人机已经渗透到巅峰赛和国服榜了吗 我自己国一了兄弟 我过死一遍国一 这天明谋本想冲击国一关羽 没想到却不禁人意一路连贵导致掉到了11名 明谋认为已经无缘国服便准备再开一把 要是赢了可能会扭转乾坤 最终在最后一分钟明谋成功开启了游戏 没想到刚进来明谋就发现对面没有辅助 于是明谋大胆猜测对面一定发生了矛盾 已经想好了六分头的话 而这把游戏也正如明谋所说 对面没有辅助根本不是我方的对手 明谋更是带着队友直接跃塔强杀萌压 然而就在明谋以为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不料队友却出现了失误 这波刚拿完暴君就想找对面开团 结果却被打掉点三人让局势开始逐渐逆风 而事情的关键还要从这波说起 明谋发现蓝独自一人便带着队友合力将其送走 殊不知对面已经集合包了馆 此时明谋还以为可以回头反打 结果却被打了一波团面 让明谋不得不开始闭脉认真操作 可以打可以打漂亮 可以打 小心小心李白 等明谋复活来到下路 发现老夫子本想消耗一波撤退 其料悬策却太想表现导致老夫子拖到了队友的支援 这波悬策偷击不成18米还反把自己留下 明谋眼看情况不对只好选择撤退 没事出落了出落了没事没事 随后对面趁着优势便开始压他 明谋躲在草里叙事待发等队友消耗 发现老夫子半血果断出击并将其斩于马下 但自己最后也被蓝完成了收割 导致局势更加雪上加霜 很快10分钟的双龙刷新 对面集合率先动龙 几方原流之子由于站位靠前被集火顺秒 等明谋感到开启大招输出以为能收割 结果冲进人队发现身后空无一人 好在队友带走了老夫子才挽回一点损失 哇 准备一个老夫子给牵得住了他们 然而这还没完 这波队友更是全部被打成残血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把比赛已经无力回天使 不料明谋却站了出来 输出扛伤拉满最终配合悬策打的对面一波团 灭疆局势扭转 然而还没等几方高兴几秒又出现了失误 这波18分钟的龙点几方 由于没有前排再次倒下两人 明谋健壮立马配合队友击杀萌亚即逝之损 怎么说怎么说 别急拉扯一下拉扯一下 复活复活甲复活甲快乐 此时明谋还想继续乘胜追击 奈何身后空无一人冲进人堆就被顺秒 很快20分钟的风暴龙王即将杀新 对面趁着优势便找我方开团 对面拦指找后排孙上香差点被顺秒 好在明谋及时赶到江兰击杀才将其救下 然后再配合队友回头反打打了对面一波小团面 别急别急一个一个别急别急 拉扯过来别急别急别急 回血回血一波 复活甲回血一波送了一波 复活甲复活甲先买复活甲 警戒明谋趁着对面少人带着队友一路推上水晶 只剩下一个射手想要守住水晶根本无力回天 最终在明谋的带领下我方成功逆风翻牌 等游戏结束明谋连忙开打国服榜单查看 没想到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自己直接从国十一跳到了国一 懵圈的明谋瞬间被震惊 我直接国一了兄弟 我国十一变国一 都叫